大批行李全副武裝拿著盾牌到門口破門攻堅 會這麼謹慎就是因為裡面的人 射入一起槍擊案件 大白天的多名警力到場 民眾見狀也嚇壞了 說什麼有槍擊案 真的去外面看就很多警察車 一排都是然後警察越來越多 警方在豪宅大廳當場逮捕持槍的成姓男子 而他公圈是因為朋友受到威脅才會開槍 男子和朋友回家停車之後 沒想到卻遭到三名惡煞遲到威脅 槍擊事件就發生在淡水魚人碼頭附近的豪宅大樓 兩派人馬疑似因為林谷塔金錢糾紛 雙方瞧不攏 25號下午將近4點 31歲古姓男子帶著兩名惡煞遲到威脅攻擊 29歲的林姓男子 一旁的陳姓友人見撞反擊 朝停車場天花板開了一槍 還好沒有人員傷亡 林姓男子也趕緊逃回住家 雙方是因為林谷塔買賣糾紛 陳男一方遭古男等人 於社區地下室埋伏 陳男健壯立即拿出手槍朝天花板開一槍 現場人員隨即逃逸 無人受傷 全奈依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拒中鬥惡罪 余送地鐵署偵犯 槍擊案發生後 兩名惡煞急忙逃窜到社區外頭 古姓嫌犯還躲在地下室的車子底下 以為這樣就不會被發現 還是遭警方一一揪出來 只是光天花日之下 跑到豪宅地下室遲到威脅還傳出槍響 恐怕也讓附近住戶人心惶惶 TVBS新聞無知嫌疏佩宇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無知 多指揮 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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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